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万倩身上有一种很独特的气质,让他特别吸引同性的目光,因此他还有一个称号,就是鸡圈扛靶子。 但是渐渐的万倩在很多市场翻车,完美光环也逐渐退去,成为一个有黑有红的艺人。 他的某些举动在一些网友看来是很幽默,也会被认为很油腻。 在人潮汹涌宣传时,只见万倩在台上的表现十分娇俏,又是插腰,又是扭来扭去,还吓声吓气地向贾玲炫耀道,贾玲,我跟华哥有感情戏哦,么么哒。 接着万倩,就发出了爽朗的笑声,台下,顿时一阵轰笑声,万倩主动Q贾玲,刘德华听到全股飞起,看来是很开心。 台下的轰笑声,可能给了万倩自信,立马几步,上前手舞足蹈,开始她的游言游语。 刘德华上前陪她一起营业,免得她尴尬,给她一个台阶下,万倩笑着说,因为我听说贾玲,非常喜欢华哥,所以我就忍不住,想要炫耀一些。 再说到,炫耀一下几个字时,万倩再次扭着腰,指向刘德华。 华仔,表情管理失控点JPG很多网友称万倩举手投足,都像是从油缸里泡完出来的。 明明都是,有家庭的人,演技也都很过关,在台上营业的时候,却还用这种亲密的方式,让人觉得,不太舒服。 按理说刘德华,这样的咖位,已经不用靠这种方式,宣传了。 至于为什么,会这样宣传,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,万倩给人一种翻红以后,压不住的浮躁和喜悦。 装了那么多年的岁月静好,于是吴征都岁了,成风破浪的姐姐,可能是她最红的时期了吧。 或许是因为,营销方式不当,让网友,对她有些反感。 现在万倩的风平远不如,她活戏处事时,有网友还记得,万倩没火之前。 看她微博说,自己这样的演员挺好的,又有收入,又没人认识,不用戴口罩,遮遮掩掩。 当时心想,是挺爽的,钱赚得多,又保有隐私。 现在我错了,她可能是,我挺爽,我装的,有些人真的,也就是适合小红。 小红的时候,人淡如菊,和蔼可亲。 一旦要准备,冲刺大红了,就毫无魅力了。 所以说大红的人和小红的人,有时候中间就是,隔着点儿东西,不光是,运气一个因素。 And,她走了她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